欢迎喜悠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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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玉琪。 今天,我们要来拜访的是, 共和尚库。 为地在花年关受风向, 当不铁楼, 受风火车站当边, 到有到花年处当中的共和尚库。 西边是它在铁楼和受风川为解, 北边叫着老家和平和川适合。 南边接逢你和逢北川, 在那一季时代, 盐水港智堂诸实会设的总部和秋夫都在这里。 不过秋房在那一厨世界待见的时候, 去让美国的风炸机摧毁殆尽, 共和尚。 在国民政府前来的时候, 帝夫婚依着共和尚库的土地和台藤交換。 如果是战争的机枯, 就参加共和尚库。 在共和尚升任后, 花年隆重与当部开发处。 也在民工四十八年的时候, 安迪对着十六个新婚以来的七十八位帝业官兵。 五十二代后, 群家地区的移民参与。 十年安迪的官兵和原住民, 帝政路主, 成立家庭, 团阁之间已经有第四代。 加上到新移民, 大家的上次用车, 这也是共和尚库最大的独立。 共和尚库发电历会, 王新务总监署, 以来咱说。 这个共和尚库的位置是在花莲市南方, 大概20公里左右。 如果你坐火车的话, 大概花莲之后到吉安, 下一站就是共和了。 这个地方, 共和社区如果你站在寿风火车站, 我们这边是属于寿风厢。 你在火车站如果站在月台上, 往东边看过去, 这一片就是共和社区。 我们相当大, 面积9平方公里, 但是户籍目前只有750个, 而且很多人是不住在这边的。 可能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共和社区的历史。 我们这个村子的成立, 是在台湾光复以后才成立。 光复前在日本时代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是日本的糖厂, 叫做盐水港自堂株式会社。 这个糖厂可能比较有名, 是在光复糖厂, 大家都去过相当大片。 事实上光复糖厂是属于第二厂。 第一厂就是现在的共和社区这个地方, 包括它这个株式会社的总部, 那个区域很大。 当初这边有宿舍, 有医院, 有小学都有。 那后来呢, 因为这个糖厂它做的是糖蜜, 那糖蜜用来酿酒精, 酒精是给战斗机要飞的, 所以等于是战略物资。 那在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空军就来把我们这个村子都给炸成一片废墟。 不过它炸很准, 它炸的是工厂区。 工厂区旁边的宿舍区、办公区那些, 就都没碰到, 每个人炸的还挺客气的。 那这片被炸掉的断源残壁呢, 到了民国大概是48年、49年左右呢, 我们退辅费就那个时候大陆来的很多农民嘛, 就把他们遣散。 那有78位, 他们大概都是少尉这个阶级的军官呢, 就被送到我们这个村子来, 叫做自谋生活。 他们不像现在军人有终身奉, 有国家照顾, 他们就是在这边每人画一小块居住的地方, 那给一块新的地说, 你们就自己去种东西,自己活吧。 那给了所谓的那些新生地, 大概也都是以前花年溪的河川地, 那有一层很薄的土, 所以可以想像那些老兵来这边, 打了一辈子的仗, 忽然叫你在那边一块荒地, 叫你自己过生活,自己种田, 他们那个日子真的是苦得不得了。 那这是民国49年之后呢, 我们这个村子开始有, 像有人烟就出现了。 那么另外到了民国50年初呢, 西部那边就是从彰化云里又来了, 一个大批渔民。 那他们在这边, 因为那个时候, 退府会有动员很多很多, 像人海战术一样, 很多的农民在花年溪床开墾, 做成那个田园这样子, 我们叫做东部开发处。 那他们开发出了土地之后, 这西部来很多这些移民就来这边买这个, 买下来。 那么在这边就开始进行他们的养殖事业。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现在, 这从民国50多年开始到现在, 主要的农业产出都是养殖, 养鱼, 养黄金蟹, 还有养这个养猪这些东西。 那所以以这个村子来讲, 我们都说是族群融合的村子, 因为最早是外省人嘛。 那这些人老兵来这边, 生活安稳之后很多都娶原住民老婆, 所以呢我们这村子目前原住民身份 大概也占了三分之一, 也有我们自己的部落和各种祭典。 那么有西部来的移民, 那最近这几年的话, 台北这种退休移民啊, 养生的移民啊, 也慢慢躲起来。 那也有东华大学教授来这边集合成村。 所以我们这边的族群分配相当的平均。 每次这个选举开票有人说, 共和村是花年的指标村。 因为四百多票里面开出来, 各种群组的分配比例跟整个花年的比例 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算指标村。 收红组是花年为日, 欢迎下了花东重骨和海岸山脉的兄弟。 在共和社区来四个都有对着中央山脉之类的清净涌泉。 丰沛的用权也让这些用事业, 不需要抽出到地下水, 就能保有出积极的黄金线跟台湾调。 和弦, 我们在这里中央叫做蓝。 外面听见黑核色, 像是黄绿色, 那是蓝核是紫色, 像是白色。 它原本是河川水栋里面最上比较好的生物。 不蓝严青蛤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最有话。 不过这一种的经常, 就因为环境的污染越来越烦。 这因为蓝对着水浸有特别的要求, 生旧了有万万不担外水英杖的守方荣食核业区, 可以启示在外面听现亮蓝金黄色, 蓝色有更优积的黄金线。 其中, 立川肥丘也是通过国际人情的优积追散荣食丘。 一路对着开始, 摸索养殖业, 高达这当前的规模, 包含加工手, 性态观, 餐厂, 家庭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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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450公斤。 目前, 乎正在立川肥丘水山堡的刷镜丽, 他说, 有天然的英杖, 达没有污染的逐温环境, 家庭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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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天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一块地, 让我们在后山这个无污染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来从事养殖业。 因为我们花东重谷的那个地形, 海边离到中央山脉最短的距离, 太平洋到3000公尺的高山, 最短距离10公里。 好, 所以我们的太平洋的水气一上升, 海风一吹, 遇到3000公尺的高山, 好, 他就会形成那个下雨。 好, 下雨经过了中央山脉层层过滤下来, 他流到我们, 呃, 我们花东平原, 重谷平原的时候, 他就成为我们地下的涌泉。 好, 所以, 每天的下午, 你只要看, 哦, 早上那个中央山脉都, 呃, 都会很, 很晴朗无云。 但一到下午, 只要过中午以后, 他就, 呃, 黑雨密布。 哦, 所以他就, 每天他就是帮我们在, 呃, 我们能够养出,呃, 呃, 这么,呃, 真的要感谢上天。 我们在养, 养鲜这个部分, 他, 因为他主食是绿藻。 好, 水中的绿藻。 所以我们在上游, 早期是, 呃, 还有养, 猪, 鱼, 鲜。 所以早期的人可能对, 拉拉可能比较负面观感是, 好, 拉拉都吃, 都吃迪赛。 好, 那所以我们, 哦, 一方面那个在, 八十几年那时候有一个离木政策, 好, 然后, 啊, 立串就一然决然就是, 决定要走离木。 所以我们, 我们, 拉拉, 他的食物来源, 我们现在完全是靠养鱼。 好, 再用, 养鱼的, 那个, 过程当中, 他产生了绿藻, 然后来供应拉拉, 成为拉拉的饵料。 所以, 刚刚讲到养, 养, 养鱼要先养水, 养水要先养土, 养土要先养菌。 呃, 所以, 这个土, 我们通常一般, 这边还是养植池, 还是土池为主啦。 嗯, 所以土池的菌相就很重要。 嗯, 一样的鱼池, 一样的位置, 他, 培养出来的早相, 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你要怎么去控制他的早相, 冬天夏天, 哦, 他产生的早, 哦, 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 呃, 我们有用, 呃, 呃, 一些益生, 益生菌, 呃, 呃, 一些菌去放, 在那个池塘里面。 再于此呢, 这个部分做, 做处理。 把一些比较, 过多的肥源, 或者是一个, 呃, 做它的一个菌相的控制, 我们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控制啦。 在我们台湾的民间, 一般都相信说, 吃辣肉, 可以治疗, 黄蛋, 也可以鸡酒水。 而且, 对着, 冬天跟冬天, 也有一定的疗好。 如果是辣, 本土性的口味, 也很容易被我们消费大众接受。 在旧边旧新的理念之下, 民国85年, 立川鸡牛, 开放了, 台湾的第一罐, 辣精。 厚手也认判刺, 由着辣精, 打算拥送日生的辣碗。 除了公灵不便以外, 打算拥送日生的辣碗。 一般讲到险精, 老一辈都知道, 小孩黄胆, 要吃, 肝不好, 用电锅针, 针一针, 针出来之后合。 一般普遍来讲, 顾肝就是一般大众所知道的。 但是我们在, 我们立川还有不断的在研发, 它的一些功能。 因为我们也发现, 在使用那个显定的一些民众, 他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从我们从这些回馈当中, 我们想要去了解, 透过跟一些大学合作, 我们想要去了解, 怎么会有这样的功用。 比如第一个是降血脂。 很奇怪, 很多人就觉得, 我吃这个时候要顾肝, 怎么连我血脂一起降。 再来就是, 我们有跟嘉义大学, 海洋大学和平和大学, 那我们这几个大学, 我们有去做研究, 发现它, 其实它除了顾肝, 它降血脂, 它甚至可以抗阿滋海默症。 它甚至它可以有一个抗癌的功用。 这些我们和这些老师他们合作, 这些都已经上期刊了, 这是一个已经有确实的研究报告。 所以它, 其实吃辣不只是骨肝, 那也可以请我们听众朋友, 期待我们的新产品。 它不是只有骨肝, 它甚至可以有抗癌, 甚至抗阿滋海默症等等的。 我们现在都积极在研发当中。 鲜定, 它和鲜精其实是一样的, 成分一样的效果。 那当初会做鲜定就是, 人家觉得瓶瓶瓶瓶瓶, 第一, 黄金鲜的过程。 亦可得到最体验一减二个, 梦拉减小口的古早味性化。 后来到厚区的餐厅, 平常, 旧地出宅, 正式饱乐, 最似最似的各项料理。 那我们历川的休闲的部分, 来到历川你可以看到一个闲置馆。 那这边我们可以预约一些解说, 如果你想了解, 显的一些生态, 和我们鱼场的一些解说话, 你可以先打电话来预约。 那厂内有一个体验池, 可以让你去体验早期梦拉减小口, 一减二个梦拉减小口那种, 早期的一些生活情趣啦。 那我们体验完之后, 我们现场也有一个卖场, 可以买我们黄金鲜, 还有优质水产品的一个相关卖场, 都有可以购买。 那这些结束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五饼二鱼的餐厅。 它餐厅名称叫做五饼二鱼。 我们这边也有提供餐点, 那是从上午十一点营业到晚上七点半。 那欢迎大家有空路过的话, 进来做做。 这几年来, 共和川的宜然自得, 开始起因有境和着, 怀抱不一样理想的人, 来到这里安心, 身为共和川的一份主。 为万田的創办人, 为名义和杨永顺, 他们两个人离开西部的工作, 跟生活, 来到共和川, 专家还原食物本位的团级故事。 两个完全都没有在我做品, 生散背景的人, 将来提反了传统, 跟现代的作法。 让大家可以来喝到一口, 顺精的豆奶, 和吃到一口, 安心的豆腐。 共和川区法典联会的 王新务总幹事, 他来说。 万田这个老板, 蛮年轻的, 我现在看他大概是四十出头。 他是学化工的, 然后就是大概十年前, 他们就发愿说要做健康的东西。 那在整个花莲东台东, 早来早去, 最后就找到我们村子这边落脚。 因为听说这边的水质, 很适合做豆类产品。 那从前花莲农场, 他们是属退普会嘛。 那他有自己一个酱油工厂。 但是酱油工厂, 就做不过西部大规模工业生产的。 所以后来就关门了。 那万田就利用这个酱油工厂的厂房。 因为酱油工厂需要发酵, 很多的大发酵槽。 那这位老板他是非常那种生态观念啊, 很强的人。 所以他做的豆腐工厂, 那个豆腐豆类制品, 废水处理很麻烦。 他就刚好去利用酱油工厂的发酵槽, 一槽一槽利用生物分解的方式。 所以他那个, 他一个很自豪, 就是他排放出来, 废水是非常的清洁。 同时他也生产出, 利用这些生产废料, 产生出很多的有机的肥料, 可以拿去供农业使用。 那这位老板因为我刚才讲, 他是理想很高的年轻人。 他的黄豆就是跟美国的器座, 黄豆田器座一定是非基盖。 而且他直接在那边采收, 就是用冷藏运来台湾。 因为他也知道黄豆很容易产生黄去毒素。 所以他整个全程那个品质管控很重要。 那到了这边工厂之后, 他做豆腐。 他一个很大的发明就是, 我们平常看到卖豆腐都是木板摆着。 那他的研究就是说, 那个木板你不管怎么洗, 怎么晒,怎么消毒, 那个生菌素都很多。 所以他是全场都是不锈钢做的东西, 包括所有容器都是不锈钢。 那他们做好豆腐之后, 他们一样都是在低温的状况之下做包装, 做保存等等。 所以他要确定他的豆类产品是绝对的卫生和干净。 同时我之前去找过几次, 我发现他那个工厂每次下午去找那个老板, 全场员工都在洗刷。 因为他非常讲究卫生, 到下午你就看到所有人, 人手一直高压水枪在那边, 一直刷一直洗。 他那工厂的那个卫生的要求条件是非常之高。 那他十年前刚开始生产出来, 那个时候一瓶一公升豆浆的价钱就是八十块, 就比鲜奶还贵。 那现在还是这个价钱。 那差别就是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 他大概都是销给一些健康店啊, 有机店那种比较讲究的地方。 他的位置就在花莲农场那个古董招待所的写对面。 来到共和川, 如果经过花莲农党的朋友, 都一定会来注意到台东露宾出现, 这一支高公图馆, 四公图馆的大型的实品。 这是杨英峰大师, 一旧六千年, 但正在花莲英明代理做唱顾问时, 所作者的升华。 这原本是站立在美轮工业区, 英明代理做唱的担门。 在台理做唱继续营业后, 帝府会就将唱人的八行业实品, 刷来到共和社区的花莲农党。 刚那个时间所建筑的, 还有杨英峰大师的门生许宪二两个作品, 光芒万丈的针仔铅和龙行壁画, 两造造塞、造球水梨, 两维风水造景, 与李运大同偏北顶, 形成了共和社区的特色景观。 这个花莲农场它是属于退补会, 退补会的相关企业很多, 其中有一个叫做农民大理石工厂, 是在花莲市的美轮工业区里面。 那工厂那个时候, 杨英峰在民国是57, 那个时候在那个工厂曾经短暂的工作过, 那他就替龙民大理石工厂, 就做了一个大门的雕塑。 后来呢, 因为这个大理石工厂也是解数营业, 有转手给民间, 但是杨英峰大师有几件雕塑作品留在厂区, 花莲农场这边就花了很大的工夫帮他运过来, 因为这个雕塑很大型, 不是一般吊车运的洞。 那听说光搬那一件雕塑品就花了五百万还是八百万, 一个天文数字。 那翻过来就现在摆在我们共和社区这个花莲农场的门口。 对,那旁边还有几件杨英大师的其他的雕塑, 那最显眼就是这一件, 它叫做升华。 王兴宇总干事他说, 在共和村所感受到的是岁月, 所体验到的是怀族。 为了在花莲农场来的交代素, 是一旧一纪年所建造。 这种最于日本观色建造的设计, 最切的用途, 一种说法是并客的交代素, 另外一种说法是藤酒、秋茶的素食。 那是这种所存在的交代素, 并不是我们本体制所中间, 但就是在原来的建物上头, 做到修正和保护。 在那只空一纪年, 经修完成后, 这种是作为民宿的用途。 交代素无论是糟糕, 甚至是房间都有大面堂的设计。 座卧其中享受的是一早的晨光, 还有黄昏的晚霞, 以及满圆的女意。 并不是在当地说的福定寺, 在台湾史上比佳的, 但是花莲农场来的福定寺, 在一期时代叫作《红岩殿》。 这是日本人主的专属小学校里的建物, 当时将高党的教室和天宫的商品, 都供奉在这里 刚在中大市区 譬如说天空的旦型 像这些是国家庆典的时候 就会将教育教育 可以采用学生算讨 典现日本人对着天空的中性 以及对着教育与文化团形的各种程式 也有座位在交代 送到红安电当中的军械库 即便是重要人数所担的建物 即便是国家未来生力军的新兴学子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来看着 以前日本人的地理奉献 进入花莲农场的场区之后 大概有三个四个比较主要景点可以看 最重要一个是它农场的招待所 现在花莲农场已经改立于 台东农场的花莲分场的改名字了 这个招待所它是一个超过100年 因为1912年建厂的时候它就建起来 据说这个设计师叫做深山松志柱 这个人名下设计的房子 还有总统府建察院 台中火车站 台南文学馆 以前的台南都厅 但是你看西部这些都是那种巴洛克文艺复兴式建筑 但是在我们村子里面这一栋 它是纯粹日本式的建筑 这种房子的可贵在于 因为它一百多年 但是保养得非常好 那现在呢 而且更重要是它可以开放 让我们一般人去进去 当民宿再出租再住 那像这种等级的房子 台湾听说只有三间 另外两个 一个在九份叫做太子楼 一个在左营的台营宿舍区里面 但是那些都不是破烂就是不准外人进去 那只有共和村这一间整理的非常好 可以去跟花莲农场联络住宿 同时价钱非常便宜 这个定价比起一般五星级饭店 大概一半都不到 那如果朋友要来的话 我会建议最好是找一些亲朋好友 大概十来一个人一起来包洞 因为这整个日本建筑它的规划 里面房间当然是大大小小六个房间 那一家人住进去的话 里面有客厅 然后自己人 因为日本房子当然隔音不是很好 你跟陌生人住一起有点奇怪 那自己家人来包洞住宿非常划算 你算下来可能一个人只要一千多块 就住一晚上 这种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 里面有很多精美的东西 是非常难得 那这是一个花莲农场主要的一个景点 那么再来它有一个奉安店 这是当年日本员工此地小学里面有一个这种建筑物 它里面摆的是日本天皇的预造 还有明治天皇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教育赐语 就是明治维信之后告诉大家要好好念书 这种 那当年日本小学是在重要节日或是开学典礼时候呢 校长要把这个天皇预造跟这个教育赐语请出来 练给大家听 师生要敬礼要行礼的 那这个建筑当然是很有日本特色 但是就是日本人走了之后呢 这个房子就被我们台湾人把它变成土地公庙了 里面就供了土地公 那大家现在如果去看的话 可以看得出它的建筑特色的那个洗石子 这个地方在台湾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地方还看得到 那同时这个土地公庙门口两个大铁门 像日本庙一样关起来的 中国庙没有这种东西 那铁门上面有一个叫做武器之铜 那个是日本皇室的一个灰迹 那这两个之间还有一个是我们叫军械库 小小的一个水泥房子建筑 但是它的形式也是跟一般往看到不大一样 这是当年好像说是 在堂场时大会有原住民下来 你要说它是骚扰还是抗日 随便你说总之那里面是放一些武器准备保护场区的 那同时你看这个 那么在凤兰殿跟这个军械库之间 还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小小的水塔 那是当年堂场用蒸汽火车 开到那边要加水 这个也算是蛮古老的东西 现在好像听说台湾只剩两个这种水塔 一个在花莲火车站附近 那是大型客运火车用的 那这个小小的运堂火车都在我们村子里面 那铁轨现在都看不到了 当年老兵他们来了之后 我听这第二代讲 他们耕田的时候有时候会在田里挖到铁轨 赶快拿去卖 对着共和川下跪 像河家来到 修风火车站的河风桥 在那最近已经完工了 以后不论是我们的船民要到家来 像这是火车站 甚至是出外的游子 要到家里就竟然方便了 等于是射风火车站追加的工程 射风火车站它这个预算蛮高的 听说是12亿7千万 可能有连整个高架的站体 铁路双轨等等 那这个桥直接可以从火车站 月台通到这个村子以后 就对整个村子的生活的便利性 就提升很多 那在半个世纪以前 那边是个小小的独木桥 那个时候的农民都是走桥 走独木桥过去火车站那边的 那现在这个桥通了以后 这边的居民就不必再从两头绕 两头绕可能要加上一两公里的距离 那现在大家大概走路过 过桥过去到火车站也好 火车站前面就是射风的街市 有超市全联设相公所 这些都是几分钟的路 非常方便 我想共和社区其实一个很重要是 交通其实蛮方便的 因为离花莲市只有大概20公里 而且有几班浮游马 浮游马花莲到台北的起站就从 我们寿风这边去起站 那再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边算地广人稀 像九平方公里以台北市来讲 大概就是一个松山区的面积 但是你想想设计只有700多个 住的人恐怕更少 那这种地广人稀的感觉很好 那因为有人不多车不多 所以来这边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鸟类啊 这些生态 其实植物的生态也很丰富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湿地 到处都是泳泉 那我们在大概102年的时候 街里木举一个湿地植物调查 我们很小一片地就找到 大概四五十种湿地植物 特色蛮丰富 但是因为这种湿地植物都不是很漂亮 你也要懂的人你才可以去找得出来 另外呢我们这边的蜂年季 是寿风的压轴 大概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是我们村子蜂年季 那连续几年越来越多 这种游览车观光客会跑进来 那我们这一次蜂年季算是 规模相当大 都会有几百人 这个欢迎大家那有空了 因为我们这边安稳主意也蛮多的 欢迎大家来这边 所以你要看原住民的文化也可以 看这个日剧时代唐厂的建筑文化 这边也行 那喜欢看鸟或是寻宝 找湿地植物的人也可以来这边 那最后如果说你是纯粹度假的话 你可以到理想大地 这是五星级很有名的度假村 那么如果你要享受这种水产美食 那么就是这个蜂川鱼场 这个地方都很有特色 亲友听我们朋友 对着一支时代唐压生散的钢琴围剂 到后期的楼边开困 共和川的力素 有效也有类 那如果这种真正的共和川 它所典型的是 代价、外生价、原住民典 各方移民的共同努力 这些万万不转的英权 以及业头就能看到的军萨 去饮料用事业、食品业 甚至是如关业的建筑 让大家来到共和川 不只只有人文的探访 也有点好玩、有点好吃、有点好大 欢迎你来到花东中国台酒线上 这一个景色油闭的传乐 替自己尽压经到这个美好记忆 今天我们虚优拍拍照 会等完就进行到这里 各一段乐 感谢大家的收听 的这次空中在上会 虚优公布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